苗族有谷吗 你是不是看过这样的视频 最让我感到害怕的是谷苗 也是后人一直传说的下谷 但你问十个苗族姑娘 可能九个都会告诉你 没有 不仅如此 她反而会觉得你带着民族歧视 冒犯了她 那剩下的一个苗族人 为什么会说苗族有谷 乌谷的标签是怎么贴到苗族身上的 而这就要从上古时期说起 苗族发源于长江黄河之冰 是中华民族中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它有着非常原始而古老的宗教乌文化 兴奉万物有灵 尊崇祖先信仰 后来楚国的上屋文化 也是受它的影响 很多古老民族文化都有个共性 那就是巫医结合 掌管神物职责的人 往往也是医师 他们要观天地四十 主祭祀 祈求安康 治病救人 在医疗不发达的时代 和环境艰苦的山须 巫医积累了上千人的民族经验 和药草智慧 给族情带去了深层的力量和希望 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 它具有一定的心理 加医学合理性 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国 但这种融合统一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间经历了千百年的战争与牺牲 古时王朝统治者 争战到西南边乡后 遭遇了丛林瘴气 毒虫疾病和文化冲击 为了阻止民族通婚 借了利用南疆民族的商务文化 将古转化为对少数民族女性的 一种污蔑化谣言 这种形象随着典籍记载 和文学杜撰日益加深 明清时 苗是对西南众多少数民族的范称 而古也不是苗族的专属 这个梗被不同朝代的宫斗剧都派烂了 类似的巫术 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都能找到 苗族分东中西三大方言 唯一声称自己有古的 仅有东部湘西方言中的一只 东部苗族以前是楚沃的主体居民 也有着浓厚的巫文化传承 而所谓的秦古 更都是不同文化误解的产物 就跟大家聚于月老庙求姻缘 上童新锁 烧香拜佛 祈求白头偕老一样 都是美好的信仰祈愿 千万不要被天花乱坠的独虫说吓到了 当你带着有色眼镜去亵渎他时 他才会转化为对你有伤害性的心理之骨 说到底 真正的骨其实在人的心里 现在你网上看到的 说苗族有骨 下骨博人眼球的视频 时隔有六个 都是卖瓜子的阿婆脚本 这巷子门口 有个卖瓜子的老太太 这巷子门口 有个卖瓜子的老太太 她好像很凶 买完瓜子多抓一点 我又抓了人家的瓜子 可是这次 我回家就肚子痛 有些网红 连文案都懒得改 套路一模一样 我都不想吐槽 我家住在一个小巷子里 巷子门口 有一个卖瓜子的老太太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的风雨 才融合下来 今天我们更应打开彼此的心墙 互相尊重中教文化 才能互相学习和目共处 下次别再问苗族姑娘 那么傻的问题啦